躲在花台后面只露出头发 吴东进东躲西藏 实在没有脸面对股东 因为2011年投资踩大雷 前股王宏达店股价跌落神坛 新框集团持有6000张 投资成本每股高达1100元 直接任赔血亏将近60亿元 吴东进让股东脸色惨绿的投资案 不止这一桩 吴东进和人保前董座许盛雄 是三三会同期成员 吴东进力挺好麻吉 人保的股票 新售2010年一度买进到前十大股东 2014年人保一度惨跌到19元 新售再加码一年内重压6万张 持股14万张直接月居第二大股东 自身财经媒体人观察 吴东进就像金融界的老顽童 投资风格自我意识强烈 这个老顽童呢 我觉得他有 他的优点就是求新求变 那缺点就是他其实 眼光没有放得很长远 不管是老板下条子 下指令下指导旗或者是老板觉得 他想要请谁来当门神 其实专业经理人都没有什么可以 智慧的余地 争议不止投资踩雷 2020年吴东进被迫卸下 新光经懂作没多久 又被金管会保险局开凿 认为新光人寿资产配置 清偿能力等等 内控严重缺失 开罚两千七百六十万元 二零二三年红士起为首的改革派 凭借百分之三十八的股权委托书 颠覆吴家六十年的经营权 但吴东进就算个人权力受限 传出也会用地小纸条的方式 让别人代为发言 派他的这个要重要的干部啊 就写个资料说 我想要怎么做 我想要怎么做 他会有在董事会 或是在相关的会议里面 有人帮他发言 逐渐要尝试的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吴东进 在新光的影响力 把它慢慢拔除 居请人士表示 这次出包的银法宅事业 使吴东进砸重金花时间打造 2020年就曾经被检举 引发内部公司部分的反弹 让个人争议事件再舔一桩 在类似为张远权 最后这么大